小豬老師 早安 你怎麼看起來有點喘啊 14樓耶 不容易 我跟妳講我最近啊 就是從那個椅子上站起來 都超累的 腿就沒什麼力氣 然後屁股這邊都卡卡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告訴你其實簡單的說就是 缺少下肢的肌力 如果你下肢肌力變好 你其實站起來很容易啊 就像我每天爬14樓上下 多簡單啊 身輕如願 哇 太厲害了 好啦 我等一下教你一個簡單的 下肢訓練的配包 好 那我們一起走吧 好 走 Let's g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yScoach 小豬老師 我是助教員士 老師 最近呢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很多 關於深蹲的內容 可是都太複雜了 有的還要器材什麼的 你有沒有最簡單的方式可以 教會我深蹲呢 沒問題 OK 想想看我們從小baby的時候 大家就會蹲 還有我們什麼時候會蹲 上廁所啊 開車啊 或者是從椅子上站上來啊 都要蹲 但是怎麼蹲才是正確的 讓你的髖關節 讓你的膝蓋不會受傷 所以今天我要把這樣的配包交給大家 OK 首先第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 摸腳尖再下蹲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小baby其實就是這樣做的喔 兩個腳趾頭膝蓋 髖關節都朝向正前方 然後你的手指頭往下 先去摸你的腳尖 再往下蹲 然後再站起來 這個動作你可以做到30次 助教我們是不是側面 讓大家看一下怎麼做呢 好的 首先一樣 面對我 腳尖膝蓋還是朝向正前面 摸腳尖 摸腳尖 再下蹲 再下蹲 對 其實重點是剛剛摸腳尖你可以駝背 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看到的動作是 你的膝蓋在你的腳背正上方 會不會超過腳趾頭 其實這跟我們大腿骨有關係 只要舒服就好 再來是看他的背 自然的動作他就會挺直了 OK 我們再站起來 我們再穿一次 再站起來 好 輕鬆的往下摸腳尖的感覺 輕鬆的往下摸腳尖 好 蹲 蹲 蹲 完成就這樣 真的蠻簡單的耶 另外如果有平板竹 或是像阿基里斯界 比較緊的同學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教給你們 就是你們腳跟下面 可以稍微墊一本 大約五公分到十公分的書 在你的腳跟下 你就可以直接的深蹲 因為我的左腳膝蓋是有開刀的 那我的角度其實已經被鎖死 沒有辦法做 但是你們可以看我怎麼做 我一樣是摸腳尖 蹲 我做到這裡就停止 但是我是被打直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蹲下的動作 我們並不是要蹲到底嘛 再看我的側面也是喔 先往下摸 蹲 因為我的膝蓋只能卡到這裡 但是我身體是穩定的 我肺還是打直 第二個動作我要分享給大家就是 我取名字叫做 像嬰兒一樣下蹲 首先一樣兩腳還是打開 打開 雙手穿過大腿內側 穿過大腿內側 然後去摸你的腳趾頭 去摸腳趾頭 OK 這就完成了 蹲下的動作 這麼簡單 好 再站起來 再站起來 我們就這樣一天做十個 超簡單的耶 而且你做超標準的耶 我覺得你轉一下 Let's go 標準 而且背不會拱起來 就是會很自然的挺起來的這樣子 對 而且你看你的膝蓋跟髖關節 動的力線也是對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動作 那下蹲呢其實適合所有年齡都可以做 所以銀髮竹你們問我說 老師這個動作我能下蹲嗎 可以 蹲到你覺得OK的位置 膝蓋開始卡卡卡的聲音 就停止那個角度 如果你到這裡會卡 你就在這個範圍去做就可以了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敲開深蹲 也可以叫它爆刮深蹲 因為我們的生活作息的關係 也可能敲二老腿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髖關節會有一高一低 又導致下背會不舒服 那今天這個動作呢可以讓大家又深蹲 又靈活改善你的髖關節的不平衡 首先雙腳打開 想像你抱了一顆西瓜 然後往下做 好想吃喔 好想吃喔 手肘可以靠在你的膝蓋上 靠在膝蓋上 然後右邊推一下 右邊推一下 左邊推一下 左邊推一下 對 右推左推 來 我們來回座 這樣感覺屁股有一點緊緊的 是正常的嗎 正常的 而且髖關節呢 是我們全身上下最緊 然後韌性最強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把它練好 那這麼簡單的動作 我可以一直做嗎 我可以這樣一直做嗎 不行 所有事情都量力而為 其實我會建議一天三十下 左右各一下 這樣就是一二三四 就三十下 OK 我們現在從背面去看一下助教 他做的翹開深蹲 怎麼做 抱西瓜 下蹲 往下蹲 雙手撐膝蓋 對 不用開太大 而且髖關節每個人韌性不同 不是幫你開鬆 而是讓他的韌性跟肌肉 去喚醒他 叫他起床 我們今天雖然說三十下 但是您覺得如果只要十下 就已經很累了 那就十下就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就學了三個深蹲的動作 平常看那些都超難的 今天這些都超簡單的 沒錯 其實深蹲一點都不難 只要你找對方法就可以囉 如果你們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大家按讚分享訂閱 並且要開啟我們的小鈴鐺喔 Master Coach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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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